我觉得这种看法是有几个错误的一个假设了 而且这假设我觉得是没有支撑的 首先我觉得中国人或者海外的华人 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我相信都是有这个主观的愿望 而且我觉得也很多在进行客观的努力 那么尽管有的像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做法 其实是自己伤害就是自己伤害中国人的长远利益 而且海外的话也有的人当然我觉得 在有意的贬低整个中华文化了 我觉得当然这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民主主义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健康的因素 但是对中国来说有几点 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好像这种说法以为中共会对民意了 对民意了没有那么敏感 它不是一个基于民意了 来进行统治的一个民主政府 所以它往往是操弄民意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民意了 其实更多是它运作的 它的大外宣或者它的内部的宣传工作 动员运作的 我们也应该看到 就是民族主义情绪了 其实民族主义并不就是说朝廷主义 就一定要支持当今的政权 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兴趣 尤其武士运动 那么它有民族主义的成分 它是由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它有 就是个人主义的 有个人自觉 然后带动民族自觉 然后民族的这个就是复兴和那个成长 虽然我觉得民族主义了 它可能是双人间 但可能会在民主和科学的这种口号下 可能会对现任 认为所谓的现任的民族主义 一定会帮助中国的现政府 下面就像您那边的事